是在必行 这是谁的意见 这是我的意见 推崇 从少爷的角度上来说 这无可报废 父亲 我有话要单独对号店长 好 头还疼吗 我死不了 问你 你是不是一定要摘家家好的牌子 我要摘家家好的牌子的话 还是要通知你吗 你什么意思 豪天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 你才能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 佩泽 一开始说过家家好 我针对的是陈浩夫 我只是不想陈家豪和家家豪 在乎着那个助手 可是我没想到事情 会变成金钱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都做错了 你没错 浩天你听着 收购家家好 不只是你的私人恩怨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你没错明白吗 不 我错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处处会得陈家 结果就快来没近一个耳光 你就不怕你这样瞒着蔡文静 结果结果还是一样的吗 就算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原谅我 但文静不会 文静 陈浩天你为什么要骗我 文静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蔡小姐 不好意思 这里没有陈浩天 只有梁浩 对不起梁小姐 请你出去一下 你不走是不是还想给他说出去骗人呢 文静 这不关佩谭的事 真的不关他的事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的决定了 我先出去 你们好好谈吧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你还要瞒着我 而且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你说你会好好地跟我在一起 你说你不会再放手了 可是现在的 对不起文静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只是 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是不是 当好书口吐鲜血的时候 你连一点同情和怜悯都没有吗 当没一一巴掌打在你脸上的时候 你连一点点羞愧和内疚都没有吗 我不知道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想听 我听我突然觉得你好可怕 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是不是连我们结婚都是假的都是骗我的 文静 你什么都可以怀疑我 但是我对你的爱你不能怀疑 因为婚礼是真的 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的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你让我家人怎么相信你啊 我一直以为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现在超过了我的爸爸妈妈 跟我所有的父亲得到了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你对我的欺骗 每天看着你领在上的李家 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让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 不是 我要的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信任 可是现在 天气就解开了要他们变成了一种奢求 你说 最好的爱情 还不求账吗 文静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不是 我不想给你机会 我给你太多次可以解释的机会了 不是 感谢观看 原来 无论 无论 或好 无论 无论